我们非常想知道各位的研究就是这个意义 自己做的这个工作的意义 大家就是各位研究已经很深入的这些学者 你是怎么想的这个意义 包括您对于这项工作的推动 还有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进步的推动 可是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实践者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当然有社会 就是理想的就是你像个知识分子一样 你有个理想觉得社会应该有公益 应该看到不公平要拔刀相助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一块是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我参与过工人的运动 我在里面是非常认同 但是那个认同我觉得在思想上是比较多的 那我在工运的同时 因为接触到女工的部分 那我就看到那个性别很清楚 跟我的性别是有关的 所以我原来在工人运动里头 我觉得我不太有主体性 我是个知识分子在里头 可是我觉得哪里不是我能够参与的 可是在女工的那一块 我在跟她们生活的过程 我就感受到一个跟我有关的部分 可是我还没想清楚 那我后来就有机会去妇女团体工作 我就认识了很多个型各样 跟我很不一样的女的 比如说有把先生杀了的 然后离婚离不掉的 然后这个老婆 先生有外遇老婆就会打电话来说 我现在只想开城去把我自己撞死 把所有的小孩带在车上 我死光光就好了 然后给我很大的冲击 我就很多学习 那学习到最后我觉得都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就会觉得这社会真有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已经不是我脑子去想 我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去跟她做互动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里 真的学习很多 因为我在一个妇女运动的团体里面 你就很清楚看到连运动方向 都是有上级的 那个上级会决定今天我们要怎么走 我在那个女性主义团体里面呆到 我已经听到很多有点像您刚刚讲的那个言论 不是反对你 而是反对我那些长辈们 那些上级们 他们都会跟我说 女性应该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争取两讯平等嘛 我就说那女工呢 女工哪是女人呆 那是工人 安置感染者里面 安置感染者这个议题在 我现在有点夸张 不好意思 就比较戏剧效果 安置感染者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然后 这个议题在这个社会太不主流了 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 浪费资源 就是我听到太多这种排除他们的 包括新工作者或其他 那有一天我发现 我们这个办公室除了我以外 很多女同志 我们那个工作室如果有七个人 最盛其实六个是女同志 那我们在一个妇女团体里面工作 帮他们争取婚姻权 工作平等 教育均等 然后要参政 几分自己的比例 我们就觉得很不耐 想说什么时候轮到谈谈我们的议题 就跟他们假如要谈我们的议题 结果在里面谈他们不好意思当面反对你啊 他们出去交游就在车上 就听到他们当 我常常有人给我回来打小报告的 他们就在车上讲说 跟你讲那些在我们那个团体里搞女同志的 这些根本都是有问题 就很像那种情报分子 渗透到这个组织 要把我们组织搞垮的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觉得天哪 这跟在美国那个运动发展是很类似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那每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参与 你也会看到某种非常现实的那个权力运作 即使在所谓的运动团体 所以其实运动的方向是大家共同打造的 那个什么平等互动 本来都是嘴巴讲讲的 那你在实际参与里面 我觉得才有可能去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每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 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 怎么样发出声音就是把声音发出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 也许大家要了解一下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不单单只是这个运动里面 做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工作 或者发表什么样的刊物 或者办什么样的行动游行之类的 就算了 因为在不同的层面上 有一些既定的观念也好 价值观也好 理论也好 说法也好 认知也好 这些都需要有人去打 那像我们这一些研究者 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 这个学术的旅途上面 会遇到了 比方说像我们遇见了跨性别 我们遇见了性工作者 而在遇到的过程当中发觉 在主流的这个话语当中 其实没有对于性工作 或对跨性别正面的任何描述 同时他们有病 他们有毛病 他们有怎么懒惰 他们这个好吃 他们的这个喜欢 他们变态 或者他们这个就是爱慕虚荣 喜欢漂亮 或者他们心理上有毛病 总是有各式各样负面的说法 很少正面的说法 很少贴近他们生命的说法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 其实是透过跟主体的比较贴近 而生产出来一些不一样的说法 比方说你们人民大学潘世明教授做性工作研究 他会去生产很多有关于性工作的知识 那这一些知识在理论的层次上 在学术的层次上有它的意义 因为它要去对抗另外那一些病理化性工作 或者罪犯化性工作的那些学术知识 所以在学术的领域上面是有战争要打的 要不然如果你只是在街头走来走去的话 在认知的层次 理论的层次 学术的层次上面 不去打的话 那一些东西一出来 每次官方一看到有人起来 要求要维权的行动的时候 他就说 你看某某大学某某教授 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这些人多半都是有问题的人 他会用知识来作为一个压迫的力量 帮助这个政府 去控制这方面的人口的 这些维权的要求 所以在学术的层次上 这个战争也说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因为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去对抗 只要你们能够跟学术的人连得上线 学术的人有积极性的话语的话 这里面就会形成另外一些互相合作 而这里面学术人也有很重要的学习的工作 每一次我们跟这个 我很不幸因为我没为生成女工 虽然我做过像用人一般的工作 所以我对于劳动啊 对于这个剥削啊 对于这些东西有一些认知 可是毕竟我不是在工厂 在群体工作之下的劳动者 所以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知道 我不是性工作者 我就说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我透过我的研究 透过我坐在那里蹲点 跟他们学 看他们工作 了解他们说话 透过我掏心挖肺的去跟他们互动 他们能够告诉我一下 他们的实际状况怎么样 然后我做一个非常即时的 非常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 希望在这里有一些 另类的知识生产出来 这是我觉得在学术里面 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 我就这么做了 就是我是研究文学的人 然后就跟一些朋友一起 其实有一本书 就是王两位名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做 女同志的70年代 跟90年代的小说研究 那我觉得我们在做 这个研究的过程里头 也在看 也企图在阅读 阅读出来一些 在历史 怎么讲啊 就是说70年 70年代跟90年代的 这些小说里头 女同志的书写 这些书写里头 所隐藏的一些 在当时隐藏的一些 就是说他们写出 他们记录了一种历史的挣扎 或者历史的冲突 包括比如说秋妙经的小说里头 是有跨性的一些 恒积或欲望 可是这些东西 在那个时候的女同志 或者女性主义女同志的思维之下 跨性的女同志 其实是很难自我表达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几个一起 就是写的那本书 所以我们就有点企图 在挖掘那个难以表达 然后到后来可能甚至于 难以阅读的那些 女同志的复杂的表达 这些复杂的表达 有的时候在一个过程里头 会被简化 欲望会被简化 过程会被简化 很多东西都会有点 不是那么看得见 我想今天这里 我知道有 基本上大概是男同志团局 或者是女同志团体 两种吧 那可能也许有个 偏重说的项目不一样 也许有比较关心爱资等等 但是我相信 在你们心里深受 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说 一个同志运动不可能说 就我们男同志成功了 然后女同志运动完全没有发展 但是我们男同志一直发展 然后最后我们男同志 都直到解放了 这不可能对不对 就是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男同志 真的有一天 能够得到很多权力的话 不可能女同志 没有什么权力 那除非你是非常的 排斥很多很多 女性的权力 那才有可能 但是这个也几乎都不太可能 一个社会里面 也不太可能 只有一种运动 它就这样子可以一直 怎样怎样的成功 除非 就像我前面 大家一直讲了 它是一个非常排除性的运动 它把所有的人 都排除掉了以后 它变成一个非常阳光 非常干净的 那么一个少数的样板 在那里 那它 那也不能算是成功了 同性恋运动 没有错 它跨越了一些界限 可是 它可能把同性恋跟异性恋的 这个界限 也同时又巩固了 那跨性别 它也会在模糊 这些界限的 因为比如说 我可能是个生理男性 我变成女人 让我爱上了一个 生理男性 同样跟我一样的一个 生理男性 变成一个女人 那我们两个之间是什么 所以这种跨越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这种跨越事实上很重要 它可以打开很多社会空间 很多 所以那么同性恋运动 讲近的来讲 性别跟性 这两个领域是一定跑不掉的 这两个领域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事情 都会跟同性恋运动是相关的 那么同样的性的运动也是 在一个社会里面 它会比较容忍色情 容忍卖淫 这样的社会 它对同志也是宽容的 反过来讲 它对同志宽容 它也会比较对色情 对卖淫宽容 好 所以其实这些运动 彼此都会有关系 我 其实我还 我还有一些社会学上的研究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很多这些运动 它的彼此的构成分子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流动的现象 而且有的时候呢 一个运动会影响到 另外一个运动的 替另外一个运动 打开一个空间打开条件 然后再反过来 都非常有可能的 我就在运动里长大的 就是我参与了 不同形态的运动 那我一直以为 就是说 就是它除了自我改造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认为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感受到社会有问题 我想跟大家结盟在一起 去做社会的改造 那当然要去做社会的改造 我得先自我除备自己 不然我就走到路上 说你们要改造 没有人理我 我得展现我的实力 那实力有很多种展现的方法 我觉得不同的社会 展现实力的方法 真的不一样 那台湾也许解研之后 我们可以去游行示威 但是我也不觉得游行示威 一定是唯一的方式 我不是因为它比较暴力 它一点都不暴力 比如说台湾现在每一年 有个同志大游行 说真的你问我 同志游行跟运动有没有关系 我都还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游行 现在已经跟西方很类似了 我们有一点商业化了 就是我们会得到商业的赞助了 然后去参加游行的这个活动 比你平常在教室上 老师明天叫你做一个随堂测验 要介绍同性恋 去游行比较不紧张 在课堂上要对着学生老师说 同性恋研究比较紧张 还要更储备自我 所以我觉得就说 形式本身是不是等于运动 我不是这么想 可是要不要做社会感受 那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 不管是小组织或大组织 我们先要把自己能做的 那些做不到的东西 我不去管 然后呢 还有一些理论化的东西 我没有那么高深的逻辑去思考 我不管 我能做好 能做的是什么东西 包括我们大家能做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 大家很多人做了很多很积极的工作 就为了争取我们的权利 包括这位先生说 我们要去争取这个地方的权利 这我从心底里是非常非常感激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 我自己也想做一些工作 但我特别支持这些女孩的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先把自己能做好的积极的这一面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运动 把这些东西做好 把我们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不是说展现好的一面 而是让它自然而然的 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很好很努力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 有点激动 不好意思 我可以理解就是刚才 我可以理解那位女孩的笑 我也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你们说首先要把展画面展现出来 这是一个期许吧 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然而然 首先展现出来的 那不一定是说你们是认为的 什么阳光的一面啊 什么之类的 那我这位中华女子学院呢 我说今天来了很多中华女子学院 其实在大陆的情况就是 现在很多人 什么阳光什么正面的 他不是说那个阳光 所谓 所谓 对里面很正常的人 他们出来让我拍了吗 没有啊 是吧 所以 那如果这样 所以首先展现出来的那些跨性别 他们不忌讳去 不忌讳这些镜头 其实他们展现出来的 如果再有人给我展跨性别 我给你换话了我就跟他生气了 所以说我就 我就觉得自然而然展现出来的 大家是 当然很多人是希望说 同志情绪说要展现阳光一面之类的 我 呃 你自己 可以去展现吗 如果现在那既然展现出来 换的一面了 我们很 我们就是这样子怎么怎么怎么啦 是吧 那如果你说什么华为的那些华为八层的T 都是染黄毛然后抽烟的 那他们本来就是染黄毛抽烟啊 那你说他们跟那个什么 你在家庭中的女性是除了性感没有差别吗 那他们是染黄毛抽烟的 是吧 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讲同志啊 有一些同志的话 他表面上是不太清楚 看得出来是同志 可是跨性别 挡都挡不住 他的样子就这么不男不女 他的样子就这么怪怪的 可是这就是他自己 这就是他 你是不是自自然然展现他自我吗 这就是他自我 可是每个人看他都不顺眼 来我们请赵刚说说 跨性别 赵刚在昆明做跨性别团体 你说跨性别面临到什么困难问题 台湾的跨性别面临什么问题 我很清楚 他把身份证亮出来的时候 警察就怀疑他的存在 因为他的身份证是男性 他穿了一身女装 或者他一看起来是个男的 身份证上是个女 他就活不下去 警察就说你违反善良风俗 挖起来 他在学校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不能穿裙子 我实在痛恨穿裙子 就会被教官被老师教去训话 感觉非得照着学校的方式 穿不可 你去照工作没工作 那这种人你说 展现光明面 展现阳光面貌 你社会没有给一个人机会 让他能够养得出一些阳光的力量来 你叫他展现什么 这个是运动在对抗的 运动在对抗 就这种结构性的 使人们没有办法做自己 使人们没有办法把他自己所有的权力 能够发挥出来的样子 今天不是在谈说什么 我要表现阳光表现什么 有些人没选择 使这些社会的结构 使得他没选择 当他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 好得坏得没意义这个话 这个话谈的是你个人有多少实力 而你们那些想要展现阳光的 你们是有实力的 有些人想掏掏不出来 因为他原先就被剥光了 这个被剥光的事实 就是社会压迫 这个社会压迫 就是运动要处理的 他就是要去改变一个社会 发身份证的方式 他要改变一个社会 规范厕所一定是男的和女的 这分裂的方式 赵刚 你要不要讲讲 你们跨性别运动团体 你们感受到的 最剧烈的 最尖锐的家伙 在什么方面 说说 跨性别人群 随便面临的一个 就是说 不仅是不被 这个主流社会所认同 同时也面临着 在座可能各位 如果我再做一个 小小的民意调查 可能还不是会发现 百分八九十的 在座的男童或者女童 不太认同他们这样的 然后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表达 就是如果他们化妆 画得好一点 然后展现的 特别女人 特别或者男人的话 展现的是另外一个性别 特别的符合 大家的审美需求的话 那他们可以去变专 可以去变性 但是如果他们 本身就 长得不好看 那他们就 干脆就不要这样做了 那时候 我希望跟大家解释它 特别是对于 那个有变性欲望的 这部分朋友来说 这个时候已经 就像你们的自己的 那个性取向 已经由不得 你们自己来选择 他的那个时候 就像何老师所介绍的 他的那个性别身份的 那个暴露是被动的 作为男童或者女童 在座的 有的人确实很阳刚 或者很阴柔 然后你们的那个 这个性侵向的 这个隐私这个身份 不一定会暴露 给其他人同伴 但是对跨性别人 特别是变性欲 还有变性欲望的 这部分朋友来说的话 是那个时候 一定游会到他们自己了 我这就问了 一个简单的问题 您回答是还是不是 然后同性恋权利 那好的模范的社会 模范青年 他们同性恋 我们为他们的权利 那那些不好的 坏的同性恋 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权利 我们这个同性恋运动 是为谁争取权利 在同性恋的群体里面 制造出一个特权的 精英阶级 它压迫了所有其他 在下面暗底层 暗不见光的这一群人 不但如此 而且我告诉你 你们也永远得不到自由 因为你们永远在那一个 你需要说 我是一个好好的同性恋 我不随便去换信败 我等等等等 你不会得到自由 这绝对不是一个 运动的解放水道 因为革命不是 请客吃饭 希望今天晚上 这些讨论能够继续的发酵 能够继续的 看到一些转化 看到一些发展 也看到大家 慢慢的跟其他的团体 能够联系起来 因为我们每次来的时候 可能跟同志 或者跟女性主义团体 见面的时候 都只有看到这个团体 比较没有看到一些 其他的团体 这次我觉得还蛮高兴 至少我看到 让阿静姐的团体出来 我们也希望有其他的团体 能够慢慢的出来 我觉得今天晚上还蛮好的 因为大家很踊跃发言 也给我们很多机会 可以看到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 不同样的观察 然后我们有一些 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可以跟各位交流 那你们所处的某些状态 你们可以跟我们交流 我们在这边也是特别谢谢 今天同志交流中心 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们也无以回报 除了说我们来这边 跟大家吐吐口水 讲讲话之外的话 我们有一整叠书 送给交流中心 今天你看完这样一个 特别激烈的讨论优惠 你有什么能够看法 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比如说我今天得到最重的启发 就是同志运动 一定不能拘泥于形势 你一定要看你的效果是什么 你要是达到目的是什么 形势是其次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两岸交流了很多问题 然后很多话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发现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更坚决地支持跨性别了 我会觉得很好玩 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都举办一些比较好玩 而且你能找到很多新的思路 去看待同性恋社区 还有中国的同性恋样文化 比如说像何孙瑞说 性权就是人权 我今天猛地反省了 像我说我同意这句话 说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对 就是要看他们的书 其实我很早 我90年代就拥有他们的书 然后我们在2005年吧 我们在旧金山就遇到他们几个都很棒 他们几个都是非常棒的理论家和行动者 然后我真的觉得好多东西我要向他们学习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这么多的话 反而跟疫情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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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更多一点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很正常的走在大街上的话 不用说一个群体 也非要这种聚会 其实跟正常人在一起那种 大家一起玩也挺好 My name is Sean Dixon I'm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I'm spending this summer working with the Ai Bai Young Gay Youth Center in Chengdu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for me Because it helped me learn more about What issues are important to Chinese gay people Especially that people were so anxious to And happy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That I think we need more and more activities like this For Chinese gay people to openly talk about Things important to them You today看完这么激烈的一个讨论 You have什么样的感想 I'm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doing this I think it's really a lot of progress I mean we all 雖然说刚才一直说不能说解放两只 But I think I've got a lot of解放 I'm more conf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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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get Jegie I'm as�에 I'm more confident �� Devil etil Thing又年 Cene exy Yes We